訪問 我知道這個有買基金的人都會看 beta 值 beta 值如果這個越大的話呢 代表他跟市場的連動性越高 那如果他小於一的話呢 代表比如說大盤漲一%的話 你 beta 值只有0.5 你可能就漲0.5% 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這些股票呢 他把他列出來 還是說這個護盤有可能會去買這種 所謂碟升的 你怎麼看 我剛才對你開頭非常有興趣 什麼開頭 什麼時候 我對你今天穿著也很有興趣 最近不是第一次穿著 我講的比較有興趣 我們一開始不是 你不是講到夜席嗎對不對 什麼時候才要夜席 夜席你說護盤嘛對不對 什麼時候才要夜席 敵人在睡覺的時候才可以在開教夜席 我想很多觀眾都是男生嘛 那其實我想要唱一下夜席的一開始 讓大家感受一下 你當兵那時候的那個衝勁 是 一開始是星月色茫茫 星夜無光 OK 所以他就告訴你了 在夜色茫茫的時候 星月無光的時候 才要進場護盤 所以現在台股 上禮拜不是又大跌了嘛對不對 那才是一種護盤的機會 就要進場了嘛 所以這樣的理論就非常通 搭配你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謝謝幫我們給一個更好的註解 對對對 我呼應大家一下 然後更重要的是國家隊都來了 像我們上禮拜有討論 你們上禮拜有討論嘛 那其實陸股國家隊今天非常厲害 他已經拉起來4% 台灣的國家隊 我們以前在這個棒球場上呼風喚雨 對 最近比較稍微表現不太好一點 對不對 那連股市好像也是這樣 所以你說大陸的國家隊已經 在股市來講 目前拿到金牌 暫時拿到金牌 一枚獎牌對不對 我們是連一枚獎牌都沒拿到 我們還沒拿到 那美國國家隊你覺得他會不會想護盤 剛才木華哥其實有講的 現在當然想護盤對不對 川普每次都在罵連主 就是想護盤的表示 所以全球都在護盤的狀況 我希望我們台灣隊 中國中華隊好好加油 好 那這樣完了他們會護盤 或什麼 我們就先來看這個價錢指數 對 到底有沒有國家隊進場 其實全世界都有 台灣也是 你看那國家隊進場 我的使命我告訴大家 就是力守9740 這是我的模擬劇 其實像上禮拜這種大跌 這差20點就要破底 還給他守住 而且拉了下線 那上禮拜五又大跌 今天又開低 照樣在守這個低點 其實很明顯就是把這個9740要守住 因為我們知道 國家的這個 我們的八大光股 這邊大滿好幾百億 這個要是一絲熟的話 就整個全掛了 所以短線你來看 今天剛好也在力圖 要吃到這個 我們量價 從量價累積圖來看 這個大量的低點 大量支撐在這邊 所以其實我們拆這個行情 我們不要用拆的 我們用一點理性 上禮拜五這邊出了一個近期的大量 所以簡單講 短線這個大量 只要不破 上禮拜五 1160 那今天也開始挑戰這個大量之上 我認為只要可以站上之後 大概站到這個稍微再一點點 明天只要再給力一點點 就是今天的高點有突破 對 我就覺得有機會像孟華哥講 我們要挑戰這個上次的缺口 缺口又來到萬點之上 對萬點 而且在10300到104 是有一段反彈空間的 所以這國家隊的力道要放在這 那你說只有整個大波段 當然這兩個缺口 跟月均線都是壓力 你不能說他整個翻度 可是至少轉彈空間是有的 好 短線上看 那我們再看這個OTC 櫃買的部分 剛才這個所長有提到 我們用K線來幫他解一下 一樣 上禮拜五的低點 是也很關鍵的低點 而且他真的守得比較用力 因為離這個更遠 對不對 那我們說過 剛才有討論到櫃買中心 其實不代表是政府 又代表一些我們主力業 也要進場一起來 然後因為大家這一趟賠很多了 這波看有沒有一點行情 你看這一段 光是反彈到這個缺口的上 就有一大段的空間 也是可以去中小型股去鼓 今天剛好也是在挑戰 這個大量支撐 所以簡單講 目前OTC 櫃買指數跟我們大盤 都已經在挑戰 這個短線的短底的大量支撐 當然是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好 那我覺得今天看到這張圖 蠻好笑的 這個蠻形容 寶貝老闆 寶貝老闆他用 主要是在用吃奶的力氣 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這個護國家隊真的很認真 你知道我才給他按讚 所以我給他標題 動算動算 你知道為什麼 你現在已經暫停選舉了 暫停選舉 那可是我們國家隊 還是在拼命之中 你看 外資天天賣 指數就不跌 為什麼 這個巴大航庫天天買 沒有幾乎 只有一天小小 幾乎都在買 更厲害是台積電 上週 這個明明ADR在重挫 我們的開低還走高 還想翻紅 為什麼 因為外資賣了6000多張 人家我們巴大航庫 拼命買 把他買回來 其實這幾天 十二連買 已經創下歷史紀錄 巴大航庫 從來沒有連續十二買 所以就知道 我們這次力道是非常之大 連續十二買台積電 連續十二買台積電 其實只有中到一天 繼續又再買了 好 那買這麼用力 大概 就是買 我們來解析到台積電了 因為剛才台積電非常大 黑電其實很簡單 就是也是一樣利手這個低點 227 因為他爆波段最大量 這個要套牢下去的話就不得了 然後目前大概就在這個陣仗 他這個缺口是沒有補 缺口沒有補 對我們說缺口是要封閉 其實他是一個來回補 馬上就跌下去了 這是一個 所以在這邊 其實你那時候有持股 你應該可以注意 就跌下來 那就知道 沒關係 他因為再來挑戰一次 所以短線會有兩個缺口 所以我認為 台積電就像大概剛才講的 護盤 他只是一個護住這個 不要再跌 但他不見得要拉上去大漲 不見得要大漲 你要想一件事 台積電如果把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都封了 那其實台股是大漲的 所以你們短線他就是22 就區間的上緣 能夠再上去的話 那台股的機會就更高 可是上面還是有這個缺口 大概248-246.5 這個小小段 簡單講 如果他有辦法突破248 我覺得台股就 轉圍圍安的機會就非常大 不然就是區間抓住這樣 那另外一檔 這個台穿 剛才有提到 他也是要來 老王雙稍微慢一點 轉圍圍安 聽成那個圍圍安 圍圍安 他在守住這個橫盤的低一點 一向也是守這個大量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們護盤 其實就是去護這種全資股 而且共同目標一次 就是護這個低點 那你就設這個大概100塊 剛好100 如果不要跌破 大概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他離這個反彈空間 這個缺口在這裡 你也不要說他破斷翻動也沒有 就在這邊做一個區間的震盪 以護盤為主 老王以前常挑戰這個 比較資深的分析師 以前資深分析說 台數的股價乘100 就是大盤的指數 對 那你認同嗎 這個是完全沒在看 是 對 這我完全沒有在意這個 對不對 是 承你多少是不太重要 好吧 又得罪了 是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光股到底買了哪些 上禮拜五台股大跌 早盤大跌 那我們看 到底他買進哪些股票來護盤 這上禮拜五的 哇 國巨跟華新科 買被動元件 你還記得上一波報紙說 他們會買這個 其實都沒進場買 這個他們買超都很下面 上禮拜五開始進場了 變第一名跟第二名 第二名 那第三名 那還是我們台積電 那其他就是一些 谷歌啊 跟這個 那個石油的 說話 那最亮眼就是這個兩檔 所以我認為 他是買超金額 買超金額 買超金額排行榜 買超最大金額 就買最多錢的 所以你就說 為什麼今天 這個叫做人氣族群已經要救 你要想一件事 國家隊如果說 護盤護指數 結果這個人氣族群沒有護起來 非護不可 那非護不可 大家沒有感覺嘛 對不對 而且上禮拜我還買那麼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今天國巨一破底之後 馬上拉起來 對啦 那時候我們一直提醒大家說 如果前波三七八跌破 對 要先停損 那今天盤中破又收起來 怎麼辦 當然這種狀況 我們超過 這個只要破底 都是要藏黑或跳空 那今天沒有跳空 也沒有藏黑 所以基本上這收上去 我覺得反而 你要觀察這個RSI 哎呦 出現背離了 沒錯 出現背離 所以今天呢 反而不是一個賣點哦 反而是一個短線 我認為強而難 最佳的買點 而且你停損好 假設你設這個地點 我會停損的話 你的停損大概就一個% 那還蠻少的 你用一個%去賭未來的利潤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超出 未來的壓力 需在400塊以上 419-408 那你現在你說 還有一段空間 那如果能夠把這個補了哦 因為越軍線往下跑 我認為在這邊 如果可以把這個補了 那其實 真正 因為上次有來說 國際的壓力在越軍線嘛 你看這邊剛好打到嘛 就跌下來 那這一次 雙的缺口 雙的壓力 如果能夠挑戰突破 我覺得你這個低點 短線的點 只要缺點 低點不破 反而是一個機會哦 其實被動原電之前 老王有幫大家提醒 上一次好像在8月份的時候 也是RSI背禮 對也是 我說千載難逢啊 對 所以這次機會又來了 而且這次不是只有國際哦 華青科也有 但是華青科 我再跟大家提一下 這個是龍券 上次我們節目上也帶過了 我們說他有慣性 我先講 上次我們就在這邊嘛 對對對 這邊8月大概中旬的時候 對對對 那時候RSI出現背禮 對 結果果然呢 就一波 一波反反彈三成 對反彈三成 然後記得國際這一波也是 那時候也是大反彈 對 漲100多塊 漲100多塊 而且不要懷疑就是最低點 所以等了兩個月之後 老漲覺得機會又來了 我這邊都沒講 國際跟華青科都來了 但是那個慣性都一樣 他的慣性呢 我們上次有講過 只要龍券一增 股價就往下 對 只要龍券一減 龍券一減 股價就往下了 是 所以要看龍券 上禮拜華青科比國際強很多嗎 為什麼 因為他龍券在大增啊 對 那今天為什麼點 因為上禮拜我就減了嘛 對 那如果這幾天開始 有機會反彈 龍券開始增進來了 你要開心 因為 就如果今天晚上公布的華青科 空軍開始來了 有龍券進來的話 這個就要砸牌空軍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尬上天 對對對 但是前提你還是要顧 這個前提還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強反彈 還是要停損 我是提醒大家 你看這個 今天低損就一點點去停損 一個percent 那一樣 那前一波 對 前一波為什麼沒講 因為前一波你可以看到 他跌破的時候 長黑跌破嘛 長黑跌破前提 我們說這個同時來到20 這個不叫貝里 這個叫做鈍化 上次教過嘛 鈍化鈍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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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講慢一點 你講到那個 瀏海都掉了 破一下 要不然像那個克拉克超人 因為我們講很激動 因為怕有人把他誤會 所以我說說 我常說你要破前提 要嘛就長黑 要嘛就跳空 那今天顯然沒有長黑嘛 也沒有跳空 所以這樣的低點的話 過去我講 上禮拜我們講過 華信課的慣性 你看哦 都是來到十字軍線 最近很貼近哦 要是我們國家隊 加油一點 來一個跳空把它突破 其實我認為 一個反彈空間 就有機會可以期待哦 所以國具跟華信課 都因為RS在背禮 而且都是屬於那種 國家隊一定要救的人氣股 而且是隔了兩個月之後 對 再度看到RS來背禮 那最後一個族群 機會難得 最後一個族群 我跟大家講就是政策做多 因為你說護盤 也要政策做多 那我們談過很多次 像這個生技嘛 大家可以簡單看一下就好 那 這次生技最近的表現 生技我抓幾檔 比較強 生技我們不要全包 跟貴光不要全包 因為生技還是有多空分歧 我們你要抓這個 越均線以上的生技股 就是線型要是多頭 至少在越均線以上 這是一個淡數 那你看瑞基啊 然後國光森 康年這些都算相對強勢 但是你看這那麼多 兩腳都在右上腳 OK 那我就抓個兩檔 跟大家檢查參考 對 但是不是叫你現在去買 因為兩檔短線都有漲了 我是要你做參考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達方蛋白 我拉回的時候可以注意 對 他今天來到這個錢高 你不要急著追嘛 可是他上面有整個大量對不對 如果拉回 守住這個大量 像今天的地點 如果可以守住 那你當然可以去做介入 等到他突破這33.15 就有去調安錢高嘛 那另外一檔 這個是美食嘛 美食是少數 你看他外資一路大碼 我們知道外資就像賣台股 但是外資少數在買這個生技股 那因為他權值比較小 比較少說不到 可是他已經漲很多了 他大量的資深在這裡 所以你這個大量資深去看 短線如果不破這個 63.9還算強勢 但是我覺得他漲多 你應該可以拉回 來到這個區間的時候 去做一個佈局 會是比較安全的 是 情況